- 明丹島吃海鮮 - 明丹島吃海鮮 - 嗨大家好我是明丹啦 - 我是啾啾 - 我們現在在明丹島吃海鮮 - 為什麼會拍這個影片呢 - 是因為我們這次來明丹島的Clubman - 認識了在台灣工作的明丹島的G.O - G.O算是什麼 - 他們你們的 - 說簡稱嗎? - 叫Gento的那一個 - 喔長知識 - 因為很多人應該都不知道明丹島有G.O - G.O是簡寫 - G.O是簡寫 - 它翻譯成中文叫做 - 有善的主資者 - 有善的主資者 - 有善的主資者 - 大部分因為主資者有善主資者很奇怪 - 直接翻譯成中文就是 - 熱情公道主 - 熱情公道主很可言 - 反正就是你在Clubman裡面 - 不管做任何的工作都會有人 - 協助你幫忙的吧 - 比如說你去 - 也不能幫忙就是 - 一般飯店度假可能就是工作人員 - 可是他們可能會去玩水上設施 - 會有專門教你玩水上設施的 - 然後你去上瑜伽課 - 會有專門教你上瑜伽課 - 不同專業的人 - 對 因為我們 - 我們G.O其實有很多的部門 - 他們有不同的職位 - 像我的職位是運動部 - 水上活動 - 那我之前 - 我是教路上活動的 - 對 - 就教大家怎麼射箭 - 射箭 - 射箭 - 我們有射箭 - 我們有射箭 - 教射箭 - 可能會有這一集影片 - 是因為我們是去玩風帆船的時候 - 認識他的 - 然後他就有跟我們聊到 - 他做這個工作 - 然後我就突然間覺得很苦 - 因為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會覺得 - 我的工作就是這樣 - 所以我如果真的很想出國去玩 - 我一定得辛苦的賺錢 - 然後存很多錢放假的時候再出去 - 我人生就不可以 - 可能不會有什麼改變 - 可是知道跨面的G.O之後 - 就是上網查過 - 然後有很多人說 - 這個是一個 - 就被號稱為全世界最爽工作 - 你覺得算嗎 - 你覺得算嗎 - 見仁見智 - 但如果你是很喜歡玩 - 就是兵工作兵滿的那種 - 那你會覺得這個活動 - 就是超爽的 - 因為這個工作就是 - 你可以移動 - 你要去不同國家度假春工作 - 然後他包吃部 - 也給薪水 - 雖然薪水沒有到非常多 - 可是因為包了吃住 - 所以你基本的開銷也不會太大 - 然後也是一樣在度假春吃 - 跟客人一樣的餐 - 然後你一樣可以體驗 - 度假春的設施 - 所以算起來就是 - 你相對之下可以玩到比較多東西 - 然後你也不會沒有收入 - 聽起來很像有點打工度假 - 對 - 但是又是比較高級吧 - 打工度假 - 就至少你還有薪水 - 就是如果有存錢的話 - 還是可以存一點錢 - 還是可以存到一筆錢 - 但是他這個錢呢 - 金額 - 金額 - 不高 - 其實跟他聊過之後有發現 - 這工作是工時非常的長 - 因為你要很有熱情 - 就是跟客人互動 - 跟客人講說 - 因為我們在Klamet這幾天 - 真的是每一個GEO - 你看到他他都是很熱情 - 很喜歡他的工作 - 一直到晚上 - 在酒吧聊天到11點多 - 然後就跟幾個台灣 - 來工作的GEO一起聊天 - 然後就覺得 - 他們也是就是對自己 - 你為什麼會換到這個工作啊 - 之前要做什麼工作 - 公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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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反差耶 - 很不像公務員那邊 - 大學說行 - 因為我大學我就是 - 有在辦公板 - 然後也有做過很多正式工作 - 但是還有在讀書 - 然後我是學水上活動這一塊 - 管理這一塊 - 然後後來我 - 畢業了 - 我原本要加入法院 - 但是我去面試 - 我沒有講話了我就被刷架了 - 所以 - 我們面試 - 我們面試有三個人 - 然後 - 然後 - 他們兩個上了 - 沒有三個人 - 因為你被講話 - 對 因為他是一起面試 - 然後你要講 - 就是要去真心 - 就是要去真心 - 也沒有表現 - 因為他就是問問題 - 我那時候我就想 - 因為我想說 - 他們都問了我要問的問題 - 我就問你聽就好了 - 然後他就覺得我是一個 - 不是說很自閉 - 但是他覺得我可能 - 比較害羞那一項 - 所以他很訣竅 - 是你要展現自己的個人熱情 - 是嗎 - 因為你要主動一點 - 主動一點 - 因為他要的人就是主動 - 然後他要 - 算是機器 - 本來我們要是比較活動 - 給人會多樂觀 - 這樣感受 - 因為他需要這種人 - 他需要這種人 - 因為我們 - 在建議關係之前 - 怎麼會有一個理由 - 然後就說 - 可能跟你打聲招呼 - 可能跟你打聲招呼 - 欸你覺得我們很喜歡 - 可能會有一些 - 問題想要來問人 - 或者說 - 然後可能 - 因為你們兩個來 - 到我們學上活動 - 然後我們大團圈出去 - 然後我們大團圈出去 - 然後後來我們到外面 - 為了避免尷尬 - 我們就 - 我們的友誼 - 就是這樣開始 - 然後我們聊完天 - 他今天帶我們去市區觀光 - 賺到了很好玩的行程 - 然後我後來有一個大學同學 - 另外一個 - 他是馬來西亞人 - 然後我們躲中 - 我們是同班同學 - 然後他那時候就要約我 - 說你再投一次 - 肚定上 - 他就這樣講 - 因為他已經跟人 - 肚定上了 - 他是這樣子嗎 - 因為他 - 已經巧好了對不對 - 因為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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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的品質就是很好 - 因為我們這一幫人 - 他覺得自己的品質很好 - 只是因為沒有講話 - 對 - 因為我們這幫人 - 我們性格其實都很像 - 那時候 - 他們幾個都已經在咖啡店 - 他們的評價在咖啡店都非常好 - 嗯 - 所以他們就來把你挖角走就好 - 只是想到你可以試看 - 他們都覺得說很厲害 - 我就做做看 - 因為他們也知道我也是 - 那你第一個咖啡店 - 那你第一個咖啡店 - 去哪裡 - 我第一咖啡店在桂林 - 中國桂林 - 大部分台灣人都會選中國的選對不對 - 錯 - 大部分都喜歡的 - 雖然一開始 - 一開始其實沒有選擇 - 沒有選擇 - 你是在被分配的 - 分配 - 一開始 - 因為你是新人 - 菜牛 - 就是年輕剛性的 - 比較訓練 - 也沒到訓練 - 因為你到中國 - 大部分客人來自 - 就是中國人 - 就是比較 - 他們是講中文 - 講中文 - 語言 - 然後他們在中國需要很多講中文的人 - 所以他會把大部分的台灣人送到中國 - 但也有少部分 - 運氣很好 - 就可能說 - 我突然事實不做了 - 銘南島朋友 - 缺了一個講中文的人 - 他們會來 - 就可以來 - 所以大家夢幻 - 還是真的去一些 - 比較 - 巴黎島的地方 - 你知道嗎 - 比如說馬爾蒂夫 - 不會 - 不會 - 所以心目中沒有夢想 - 很想去的 - 曾經有過 - 現在的話 - 其實有過 - 我想要去滑雪的地方 - 因為桃妹他有三樣東西 - 就是他 - 開這間桃妹 - 它有三樣是 - 海島 - 二 - 滑雪 - 三 - 特色之間 - 像那時候的櫃就是 - 特色之間 - 像這個名單島就是 - 五海島 - 五海島 - 北海島 - 親領著就是滑雪 - 北海島 - 北海島 - 北海島 - 它在北海島 - 它在北海島有一點點 - 開頭跟沙 - 然後在沖繩有一個 - 日本有三個 - 像中國有六個 - 所以你是為了 - 因為想要旅遊 - 才選擇工作嗎 - 當初我選擇這份工作 - 有兩個理由 - 我想要學習的語言 - 因為我就是有英文不好 - 然後第二是文化 - 因為 - 據我知道 - 台灣人的國際觀察 - 超差 - 我想知道是事實 - 因為 - 我們 - 拿到什麼東西 - 我們上網搜尋 - 都很方便 - 可是不會有人在想 - 但其實很多東西 - 可能我不知道 - 可是這東西 - 待在台灣你不會知道 - 嗯 - 除非你身邊有一年有 - 所以就是 - 換不同的國家 - 學習 - 不同的在地的文化 - 沒錯 - 因為我自己 - 因為我自己 - 包括你不一定是在在地的文化 - 因為像我工作的同事 - 她不一定是在地的文化 - 有些是 - 是多啦 - 她來自上網搜尋 - 不同國家的客人 - 不同國家的客人 - 不管是客人 - 不管是公司 - 公司 - 因為我們要跟他們聊天 - 跟女弟不一樣 - 跟公眾有公眾 - 我們會跟他們聊天 - 然後你聊著 - 你會覺得 - 都覺得很奇怪 - 明明這時候 - 在台灣明明是死掉 - 為什麼 - 就是 - 這些人 - 都不來 - 嗯 - 然後這很奇怪的樂透 - 怎麼一直是加坡人 - 或者是澳洲人 - 都特別嘛 - 然後你就會知道 - 他們那時候算是他們的駕駛 - 他們那時候算是他們的駕駛 - 你覺得你在 - 你在看他們幾年 - 工作 - 半年 - 在這三年後 - 或者感受到什麼 - 可能平常 - 普通你 - 如果做公務員的工作 - 不會 - 感受到 - 我先說公務員的工作 - 嗯 - 八個三個 - 八個三個 - 而且我就是持續的半年 - 嗯 - 我就覺得我的人生好虛 - 不光臨 - 嗯 - 就是的確他是有一定的薪水 - 他也的確是OK - 他是鐵棒的啊 - 嗯 - 爸爸媽媽也說 - 我那時候我公務員 - 我那時候 - 當商公務員的爸媽很開心 - 嗯 - 後來我做了半年 - 我就跟我爸媽說 - 其實我不想做 - 嗯 - 也覺得人生好像就是浪費 - 啊 - 我那時候是在 - 我覺得你體悟得很少 - 很少人會 - 敢在這時候說我浪費 - 我拿我比較 - 對啊 - 因為我考慮了很多人 - 因為我們家有一個特色 - 就是我爸媽教过很多 - 其實金錢官方的 - 因為她在我大學的時候 - 她平時是只有生活費 - 嗯 - 但是問題是很多我都是自己去 - 打工 - 因為你去工作過才算錢 - 嗯 - 才會控制你不要花那麼多錢 - 嗯 - 然後 - 其實那時候其實我爸媽 - 後來我大學給我回去 - 我爸媽有拿過家 - 其實我那時候 - 他們有錢幫我付我的學費 - 嗯 讓他們打死都不要 他們讓你知道你的基點觀 你先 他就叫我去做的代表 喔 真的耶 我爸就在說 真的很棒耶 說後 你會認識很多人 而且很多外國人 然後這些外國人 你會認識到他們的文化 然後有些文化是你真的是 我想再接觸第二次的那一種 一次就夠了 一次就夠你送了 那還有什麼 他被體驗到的不同的經驗 經驗 就是一些 你說他可能是特別的 你覺得 可能你如果做吉他工作 不會有這種 或是你學到 我覺得 因為我們在場面有 我覺得我是運動部 我一直都是運動部 可是我們是可以跑運動學的 我好比說 你們其實有沒有參觀那個空中片 我們去做嘛 嗯 有些人他們一開始 是從你居留戶 一開始是 就做運動部 或者一些是運動部 有些可能是 Office 辦公室 甚至前台 他喜歡Zerpress 他喜歡通通別人 他就去跨部門學的 你知道你的經理同意 對方經理同意 對 你跨部門學 用你的休息時間 去他那邊訓練 之後你 你訓練得差不多 OK了 他可以 你就可以 跨部門學到 你可以去 就是趁著工作之後 學你想要學的東西 沒錯 像我 我一直跟他說 我一直很想要放蜜訣 我想要小朋友 我想要小朋友 他學小朋友 他學小朋友 他看起來很像 他看起來很像 跟你媽媽換 我媽 我一直跟他說 我就換啦 我換啦 可能他經理不要我 他們經理也蠻喜歡我 我感覺啦 應該是吧 我知道 可是我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我想要去做蜜訣 還有一個很好玩是 他們每天晚上都會有一個表演秀 然後是G.O 就早上工作的G.O 晚上他可能會搖身一遍 變成其他的表演 就是說很會跳舞的 然後很會玩那種空中馬戲團的 或是演話劇的 然後模仿秀的 對 所以就是我們這樣 才藝秀的 或者是跳舞的 因為 像我們早上每個人不同的工作 像演員是在照顧小朋友 演員是前男人 那我自己弄過 然後晚上 可能要表演 我們會聚在一起 我們會一起 可能弄一個表演 或者說 今天就是主要是跳舞為主 或者今天主要是搞笑的 搞笑運動 搞笑秀 自己策劃 對對對 我們會有一個部門 我們會有一個部門 專門策劃 還有一個部門 而且他表演得非常厲害 感覺來這邊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 你可以運用就是卡麵的資源 可以完成很多 你可能平常不會做到的事 或是你可能 想做 對 以前想做 但是礙於經濟有限 你可能沒有辦法 去做這個事情 但這應該也是有辛苦的 像 辛苦是有啦 可是 看你是哪一方面 像 主機來說 我現在很在意的 我 我們通常 一年回去一次 嗯 很少回家 對很少回家 像我爸爸媽媽就超想一個人 所以你不能就是偷 對 啊 你要 不快 都快要 跟老人家的 然後進點消息 然後公室很長 公室很長 所以 而且大概我們有時差 所以 有時候 我下班了 我不敢打電話 因為 他已經睡了 嗯 假設我12點1點下班了 台灣已經過一個小時 等於2點3點 嗯 他已經挺多睡了 所以你本來跟他都聊到 因為我們整天 早上早上工作 而且他們的工作 其實是忙到你沒有什麼時間那種 接觸到手機也沒有什麼時間休息 就是蠻緊湊的 就一直都有事情 一直都有事情 就是自主關係也要蠻強的 嗯 在這個裡面 就是你要很會抓時間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再把工作做 除非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有想要做的事情 舉個搭配說我滑手機 你要滑手機的時間有限 那你想要滑更長的手機 那你就抓好時間 可是如果說你是想 學習真的 的話 好比說我想要學習 我把我的英文變得更好 嗯 那你這個東西 可能不是說給你30分鐘 給你一個小時 每一天這樣子 可是 他會卡在你的休息場 嗯 那有些人可能休息天要吃飯啊 要睡覺啊 因為通過了下午 因為早上太早起啊 或是昨天酒多多了 台南的宿醉啊 沒客人喝酒 對啊 所以他那大分鐘 我可能會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你到了晚上 所以你要去休息一下 嗯 所以你今天只能少嗎 好啦其實今天就是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就是突然間發現原來有不一樣的工作 是可以讓你完成你想要做的夢想 或者是其實不只是只有在台灣工作這一個方法可以達到你想要環遊世界的目的 例如說如果你真的很耐操或是你真的覺得你可以承 就是抗壓性比較高 可以適合這樣的環境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換個工作生活 換個國家生活 換個不一樣的方式 就是搞不好也可以完成你想要就是到世界各國旅行 或是學習不同技能的願望 然後今天就很開心邀請到了Blackie 然後還帶我們來吃好吃的東西 她剛才帶我們去按摩 跟去明天島一個很美的蘭湖 對啊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Pip竟,冷靜,冷靜Y